近日傳出的一段視頻顯示 在江蘇省昆山市中華園 很多人睡在一座大橋下 基本上都是乾燥的 無論是標點的呢 中共統計局今年7月公布的青年失業率為21.3% 創下歷史新高 而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研究指出 今年3月青年失業率高達46.5% 從8月份開始 中共官方不再公布青年失業數據 除了昆山之外 在深圳市龍華汽車站附近 當局近日也開始驅趕露宿街頭者 網傳視頻顯示 有手持剛叉的警察正在清理無家可歸者 周圍有很多人圍觀 另有視頻顯示 有一些年輕人在警察的驅趕下 將行李從大橋下搬走 廣州市民伍先生表示 不僅有很多人露宿街頭 還有不少失業者斷糧挨餓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主任 本斯泰爾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發展機會已經干涸 他們的生活水平將低於腹背 這將引發中國社會動盪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 李珊珊 王彥喬採訪報導 工字幕視頻eren 李珊珊 英cept採訪 本市民部 multiparton 寫了一路